嘿嘿嘿,我是龍龍,厚本龍 如果你喜歡我接下來的視頻的話,請你點個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讓我知道你其實是喜歡這類型的視頻 我們這一個系列其實是,我要教大家怎麼樣做速算 因為發現有一些人的速算能力可能比較弱一點 那麼,我們就來教導如何速算 先講一下,這一個系列的情況是,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大人分成好幾種嗎? 比方說你是老師,也有可能你是家長 或者你純粹只是一個普通的大人 如果你是老師的話,我很建議你把這一個教導給你的學生 或者你把他分享給你的學生來看,可能說不定可以增加他的計算能力 再來的話,如果你是家長的話,我很建議你 分享給你的孩子來看這個視頻 增加他的速算能力 算數的能力 那麼,如果你只是純粹的大人想看爽的話 這樣,你也可以來一起討論看這個速算的方法 這是我的一些小小的經驗 那麼,當然如果你不是大人的話,你是學生的話 真的很建議你去看這個視頻 我要教導的是一些速算的方法 讓你在算數學的時候,能夠比較有一點信心 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速算 我們先來講個簡單的例子 比方說 60 67 加 97 一般上,如果我們沒有學速算的話 我們只是學純粹學校教的算數 OK,67加97 一般上的算法,比較普通的算法 是你把67 加上97 這樣子做一個指示 所以7加7是14 然後,敬畏得1 所以是100 164 OK,這個就是數算的 對嗎? 對嗎? 可是,按照數算來講 我現在要教你的是數 算 按照數算來說的話 這個方式就有點慢了 因為67 加97 我們其實可以直接把它做出來 它的答案其實是什麼呢? 它的答案其實是 167 再減3 也就是164 OK,這個就是數算的方式 你不需要去做指示 你純粹就是利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麼,這個方法到底有什麼特別呢? OK,這個方法它的特別之處 你會看到 我其實是利用這個97 OK,97 利用的話 其實這個97 就是 100 -3 OK 它其實是 我只要把這個100 再和這個67加起來 再減掉這個3 其實就是164 如果你學會這個算法的話 會比較快一點 當然我會在之後的一些視頻 我有空的話 我再錄一些視頻 是更加難一點的算法 所以我們先來 先來稍微練習一下這個 我暫時把這個 這個3 這個號碼 把它叫一個名字好不好? 我們給它取個名字叫做 填補樹好不好? 我們把它叫做填補樹 OK,當然你要做填補樹的話 你先必須要去訓練 什麼叫做填補樹 OK,這個填補樹 其實基本上 填補樹就是要找 10的倍數 以10的倍數作為基本 OK,然後再去找填補樹 打個比方 OK,8的填補樹 填補樹 填補樹 那就是2 OK,因為 10的倍數嘛 所以8和10 就是相差的 2就是去到10 那我們比方說67的填補樹呢 那當然就是多少呢? 33,對吧? 33 當然很多人 其實都知道 我們現在只是給它一個名字 33 就是33和67 其實合起來 不就是100嗎? OK,這個合起來 其實就是什麼 10吧 OK,所以 你這樣子去練習 稍微練習的話 其實就可以 算得到一些填補樹 我們來試試看啊 我就不寫填補樹了 我們來做一些小小的練習 比方說 我打一個比方 請問7的填補樹 是多少呢? OK,答案就是 3嘛 對吧,它的填補樹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麼,請問 請問 14的填補樹是多少呢? OK 這個有點特別齁 它可以是-4 OK 你只要去跟它 加減到最靠近的10的倍數 其實就是它的填補樹 當然,如果是比方說 90 98它的填補樹是多少呢? 當然就是多少呢? 2 OK 當然我們練習了這個填補樹 過後,下一集我才教你 怎麼樣利用這個填補樹 來做一些運算 那麼,105的填補樹是多少呢? 最靠近的10的倍數 那不就是 5嗎? OK 對吧 OK 說是-5 對不對? -5 當然我們會遇到一些比較 大的號碼的填補樹 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 OK 比方說 700 OK 比方說 734的填補樹 是等於多少? OK 我們要去練習一下 請問734最靠近的10的倍數 不就是1000啊? 1000是它的最靠近的倍數對吧? OK 所以請問這個的填補樹 對於1000來說 它的填補樹是多少呢? 那麼734 它的填補樹其實就是 你要去思考 其實就是 你要補多少才會到1000嗎? 所以是1000-734 的這種 直式的方法是我們以前的算法 所以是6 然後你翻到9-3是6 OK 然後9-7是2 所以是266 可是如果你這樣子想 會有點太慢 所以我們快一點的方法就是 呃 734 OK 你的 你的 這一個 位數喔 OK 用9 作為填補 作為你的填補樹 找9的填補樹 當然9的填補樹就會是多少呢? 就會是2吧 對吧?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你的這個3 是找9的填補樹 當然也是 也是2嘛對不對? 這個的答案當然也是2 OK 那麼 我們的答案就是 22 從後面最後一個 也就是你的 呃 所謂的個位數 你就找10的填補樹 對嗎? 所以其實這個答案其實就是多少? 就是6 對嗎? 所以答案就是226 OK 我們來再試試看 呃 練習一下 呃 734的填補樹是226嘛 我們用這個快的方法來找到它的真正的1000的填補樹 OK 那麼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呃 比方說814 OK 那麼它的填補樹呢 就會是多少呢? 8 你是用9來看 你是用9的填補樹來看 所以是1 OK 1 你也是用9的填補樹來看 所以其實是9和1相差的就是8 最後就是這個4 你是用10的填補樹來看 所以答案就是6 OK 我今天就暫時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說說看 呃 怎麼樣利用這些填補樹 就是這個填補樹 OK 來做到一些很快的 算法 也就是樹算 OK 呃 如果你喜歡 如果你覺得我的視頻好的話 你可以給個讚喔 給我知道你喜歡這個系列 那我就持續的做下去 然後或者分享給你覺得 呃 有需要的人 比方說 你分享給你的學生 或者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學生 就分享給你的朋友 懂嗎? 你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的樹里能力 可以一起 樹里能力可以一起 呃提升喔 OK 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